科技快速进步 各种网络平台及行动载具的出现 让民众改变收视习惯 传统电视面临挑战 出现收视户下跌的现象 新媒体崛起 对有线电视产业 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 今天的媒体试图单元 带你一块来了解 随着资讯科技快速进步 媒体生态不停变化 各种网络平台及行动载具的出现 带来便利及及时性 让民众改变收视习惯 传统的电视与频道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但广告收益被瓜分 全台湾的有线电视收视户 年底也可能会跌破500万 很多的OTT 它每个月也都是收费 这样子 所以它就排挤到 有线电视的收看的时数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 统计数字上面来看 我们有一个退订的趋势 如何面对新媒体崛起 带来的竞争 学者认为 业者可以借机转型 发展多平台的媒体内容 提升收看便利性 并就活动行销 多跟地方收视户互动 我们的有线电视 有没有够多品质够好的 自制节目来吸引 乐听人订阅多跟地方的收视户 来做一些互动 让人家知道说提供怎么样优质的服务 甚至还要有哪些我们可以在补足的地方 学者认为有线电视数位化的来临 促使业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内容及品质 在与新媒体剧烈竞争的环境里 也许就能利用这个契机 共同创造业者与收视观众双赢的局面 记者张世民夏小新 高雄报道